有个超市里面的冰柜 首室突然不知冷了 其实像这些场所 冰柜突然不知冷 一般的要么就是三热风机坏了 要么就是压车机坏了 基本上也就是这两个问题 我们去看一下 已经到了 就是这个冰柜 你们看这里现在显示19度 那肯定不对的 对吧 而且这个旁边有一点点凉 不是很凉 温度打不到 不像这边 全是冰全是霜 这边好像散热风扇是转着的 有风 不过没牵到压车机在动作 那我们直接把这车车看看 百货口里面就这样子的 你们看三热风扇转着的 而且摸着压车机好像是热的 但是没有工作 那这个要么就启动机坏了 要么就压车机坏了 是吧 这个问题 我也分享过很多了 你看好像听到声音了 启动了一下 但是好像也没停啊 好又停掉了 插头先拔掉 要么直接把这电子打开看一下 像这个啊 不许话就扬出机会了 怎么回事啊 这边有两个电容 这里是一个50位发的 这里还有一个6位发的 然后我们把这些卸头拆掉 秤掉了一下 先秤掉这个50位发的 像这个啊 这是一个运行电容 51位发 正常 再来秤量一下这个6位发的 5.6也正常 5.6也正常 刚刚这边启动了一下啊 然后停掉了 所以说这个启动器 重启启动器 基本上没有坏 那这个问题就压出去损坏了 好了 说明这个并柜 就是压出去坏了 刚才说不休了